国语有声善书 武庙明正堂善书 因缘大哉问 主诸先佛为月老新君 钦差大臣王天君将 武诀天音传目彼 铲破世间谜 先佛无此苦 明灯指路碑 圣事 功宣浩天玉照 神人持相功力皆止 不得失疑 钦凤 玉皇大天尊玄陵高上帝照曰 朕居灵霄 通关万民 无时不以苍生誓念 而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 开堂产教武时寒暑 整度迷途高扬不知凡己 除提供誓之修子 精进道成之场域以外 更以目比传真先佛圣一礼地 真编时事 即以一礼成为心灵启蒙导师 深入生活 誓矣乃是上天喉舌 著书不断 建立金粮 善幼世人谋得幸福 然则 幸福为何呢 岂为唇舌可以道尽 必须借以磨合彼此互助砥礼 方能成为令人称献之鸳鸯蝴蝶 更需由一人之道德良善 方可气引一对家偶 誓矣 诸此种种生活点滴 一时之差 一念之别 则将互相匹离 因而诸多修道者难过因缘关卡 因果牵连造成遗憾 朕见世间诸苦不断 甚多不明因果 为情所困 而其执已道 敦聘月老尊神为主助先师 五妙明正堂圣化比福兰传真 提其书名为因缘大灾问 期许月老提供身利感情所苦 面临离婚前后之世人一种省思之方向 早日弃职 迎向崭新之未来 勿负振义 书成父子流通之日 论功行赏 亲哉勿乎 叩首谢恩 本堂主席官恩师登台 诗曰 产教文章整大千 有情感勿远纠缠 因缘困惑人间事 去值贪婪学圣贤 圣事 上天慈悲恩卷 本堂年年般自著书乱音 整渡大千世界 人间事种种困扰纠缠本心 导致纷扰不断和来空暇修持 但种种困扰若非修持 又如何获得解决方针 互为矛盾之心态 蹉跎了大好时光 尤其万恶银为首 若非银业纠缠 世人便更聪慧于修持 因为如此上天般自著作 因缘大灾问 西纪由月老铲破迷城 而令执着情爱玉海 难以自拔之世人 获得明灯照录 宠迈康庄大道 是一般自赏律如后 凡祝印世书达百本者 次又增添智慧 看破感情迷雾 或以此功德消解部分素式银业 增添功名福韵 凡祝印达三百本以上者 准消素式银业 必亦增添夫妻情缘 减少怨对利器 相敬如宾 重燃往昔爱苗 凡祝印达五百本以上者 次准消解二春因果公案 化解素式银业所照生之因果病 且利于因破碎边边缘者行持 必亦减轻内心压力及怨恨 并助以人身最正向之未来发展 凡祝印达千本以上者 化解素式银业 二春即未显之因果公案已春 必亦因缘破碎者 重获自信及气引良缘 或庇佑恋情稳定发展 获得众人认许及祝福 或因素式银业 显成造成之众大病恶 增添福寿达百分之一 凡祝印达万本以上者 准与消解已显 未显之公案各三桩 必亦自兴早日入命 引献善因缘或助以增生彼此智慧 早日回归家庭重获幸福 或增添福寿达十日 并可依其愿专案成书 依诚心照准 凡书成之后 智力宣讲戒淫因果 教化援淫本书内容者 赐予贵人福运或增生外援 宋子观音将 诗曰 产教福兰四海洋 修真养性戒文章 例行一礼无松懈 内外得公信可章 盛世 为因缘大哉问作序 序 婚姻是解两性之好 也就是婚姻虽然是男女间的约定 但寒阔了各自的亲眷 乃至好友的往来关系 极致怀孕生子增加了家庭成员以后 两性对于自己的子女教育 生活方式等等 或多或少都会干涉 若是不善家处置 往往造成夫妻间的疙瘩 以致因陌生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开 为情所困世不分男女长幼的 尤其正经历离婚的世人如何调适心情 或者因此经历学习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道理 甚至如何重获光明道路呢 其实都会有方法调适 不过 若能因为婚姻大灾瘟而让历程缩短 甚至因而放下我职 精进道成都会是因获得福的善果 因夜遂扰命成 对于健康、孕徒、公民、家庭都会造成影响 因此上天敦聘月老为主助先师 道尽因缘的所以然 尤其将针对离婚之因缘加以阐述 主旨不是鼓励离婚 而是针边台江地区普遍之现象 以其世人介意省思 其实因缘并不分修不修道 都会普遍面对的棘手问题 对不明宗教的世人而言 史书一定可以帮助走出阴霾 对于精进的修持者而言 可以明白因果淫业之可不 砥砺自心 精进道果 圣书开著 聊献吉语 光赞偏钱 事为序 宋子观音将鸾于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天席新军将 诗曰 将笔赋诗篇 导人向道前 因缘灾问大 解惑拜神前 圣氏 为因缘大灾问作序 序 看到这本书 可能是因为月老新军 想叮当的名号 可能是因为书名所吸引 这也就代表着你正经历一段 令人痛彻心扉的感情 可能因为家人的反对 结束一段关系 可能因为遭伴侣背叛而难过 也可能因为儿女的缘故 纠结在痛苦不堪的婚姻里 零零总总的原因 正处低潮的你才会产生心有栖栖因的感受 负面情绪往往造成许多遗憾的结果 而且要从低洼走出人生到达往日的高度 一定是一条艰难的路程 不过遗憾事情已经发生了 世人却要故作镇定 影响周遭亲友是无形中难以避免的 所以重建之路就会像爬山一样 没有人可以帮你爬越山路 只有付出时间调理思绪 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超越巅峰 情伤虽然是心理创伤 但也和一般的伤口一样 需要从结痂到脱落时间恢复 甚至可能留下疤痕 但为其缩短恢复其 适时的涂抹创伤药是必须的 情同此理 本书集是情伤的特效药 经过月老剖析的案例 教导恢复的步骤甚至因果等等 必然帮助情商的各位 早日走出黑暗旗 新书开注 略献给予 事为序 天喜新君将鸾于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女娲娘娘将 诗曰 开堂产教计年年 普化人心向道前 镇夺文章杨四海 镇龙醒贵蜀光前 盛世 为因缘大哉问作序 序 子女教育的方针 亲属之间相处的问题 乃至于夫妻情感厚薄 沟通管道方式及情绪等等 都有可能影响因缘存续或者断绝的关键 而且诸此种种更会因为因果千禅 考验着夫妻之间的智慧 如能与恩断一绝之前发现症结 天底下一定可以减少许多怨偶 离婚的问题并不能归咎在其中一方 而且离婚后子女的教育问题更是考验着抚养的一方 但夫妻互相压抑情绪 反弹时遭殃的还是子女 所以社会虐童案件层出不穷 纵然父母不像社会案件般凶残 但彼此争吵凶狠怒骂或因此丢下子女在家里的情况 都会烙印在子女心里 久久之后 暴力倾向 心里不安 都为社会安全制造一颗胃爆弹 是书之注 是真编实事 从夫妻间的相处问题 到攸关子女甚至父母等等 牵涉的因果一定会有个系统性的说明 当然因缘不外乎就是营业了 但是自古到今仍然有着白头偕老的家里 难道他们就没有因果了吗 其实就在看事情的角度及是否具足智慧排解因果 象征因缘之神的月老 虽凤指著作因缘大灾问 用以离婚的视角剖析因果 但异必能给予经历因缘破裂痛苦的世人 一种迅速疗伤的方式 所以本书开注 已经吸引十方目光关注 相信玩注流通 一定是人人争读 落养只贵 开注之前 谨置数语以为续 女娲娘娘降丸于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这辈子常犯邪淫 守淫 各种淫 同性恋 淫欲重者真心建议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让自己死后有机会不要到地狱去受苦 可以去灵修院修行 正果回天 补充一下 同性恋也是可以很有德性之人 这边只常犯守淫 一夜情 一淫的同性恋与异性恋者 不修行的人大多都会地狱受苦 这给自己一个回天的机会 毕竟邪淫不断 如破掉的钢筒 功德永远一直在漏 注集是给自己多个机会回天 每月注印戒淫书籍 明正堂 戒淫对智禄与八仙翁戒淫篇 虚元堂 淫或 戒淫游记 任何戒淫善书 注印虚元堂的生灵的悲戚 等同于放生功德 放生等于帮助动物家人不被拆离 可获幸福 请劝导周遭人吃全素 多行善 常念佛 要放生 真忏悔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一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 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 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 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 则有两位 入栏道 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助级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尽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助级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助级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助级往生弥勒净土 助级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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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